我以總統當選人的身分 向各位宣布 我將邀請我們新境界智庫執行長林全 出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長 之所以選擇今天來公布 是因為我們預計在四月份 完成新政府主要的人事佈局 好讓我們團隊的成員 有充分的時間來進行交修的工作 因此從現在開始 林全就會開始徵詢閣員的工作 讓團隊盡快到位 順利上路 武漢林全有很好的工作默契 他有很好的溝通能力 他最熟悉我的治國理念 過去政府的表現 他在政府的表現 更是得到社會的肯定 這是我選擇他擔任各個的原因 我們過去在內閣中 在上一次我們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在過去的內閣中 我們共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麼從2008年開始 他也在民進黨和小英教育基金會 一路協助我處理政策的工作 當然他不一定是 每一次跟我的意見都是相同的 那麼事實上 我們工作的團隊都知道 我們偶爾也會吵架 但最後都能夠找到彼此的共識 一部分的原因是 林全有很強的溝通能力 很擅長在分歧的意見之中 釐清問題的本質 找到解決的方法 我曾經說過 未來的政府 會是一個最會溝通的政府 而我認為 行政院長這個職務 就非林全莫屬了 這兩年 他擔任民進黨智庫的執行長 制定了我們2016年大選的政策方針 他對未來政府施政方向的掌握 無能能及 林全過去曾經擔任過主機長 財政部長 表現非常的亮眼 但是我跟各位保證 林全的內閣 不會只是一個財經內閣 他更會是一個改革的內閣 而且是一個有執行力 有溝通能力的團隊 台灣的社會面臨很多的擊斃跟挑戰 我在大選的時候 除了經濟產業政策之外 也提出了許多政治改革 社會安定改革的計畫 這些工作都一樣的重要 所以未來的施政 不僅僅要促進我們經濟的復甦 更重要的是要一步一步 完成社會整體的改革任務 從現在開始 林全我還有我們的團隊 會一起一點一滴 用我們的決心 破例跟專業 重新建立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我相信他會是這個時代 最需要的格魁人選 我也要再一次的謝謝他 接受我阻隔的邀請 也請國人放心 我相信林全 會是台灣走向改革的最佳執行者 謝謝 謝謝大家